放假了放假了放假了 但因为突发事件 一家人目前天天都很有空待在家里 那么他们 有没有成天逼你们做寒假作业啊 那么近期我们来聊聊 有些动画明明很好看 为什么没出第二季 看看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 有没有你想去补一下的 那么第一个 恶魔来吧 讲的是不良来主 某天逼暗算他的人下跪 在河边偶遇了 比一般大一个尺寸的大叔上前裂开 结果发现 跟某女高中生不同 这个里面是有获得 于是开始了不良高中生养娃的各种搞笑日常 戴娃是真的不容易 曾经阿主也帮邻居抱过孩子一段时间 上一秒他还在跟你天真无邪的对着你笑啊笑 下一秒 拖着他屁屁的那只手 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的热啊热 那么大个人头一次摸到别人的shater 感觉新鲜但恶心 后来就来了一个金发巨乳欲解 表示你戴娃就要跟你同居 不就是死和料吗 come on 为什么没有第二季 那是因为TV收视率太低了 在长篇动画最要命的饭碗 收视率不够的情况下 TV在2012年3月宣告完结 在没有动画持续宣传的情况下 销量下滑 一年完结总结的时候 恶魔来吧排行15 一二年直接降倒16 最终在14年惨召妖斩 很有意思的一部动画 东邦神机片很好看 东条邦之神奇击穿 四个角色逗逼有趣 男主与贝鲁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 接近父亲带儿子各种成长这一故事和 就在我无比期待接下来还有什么好玩的进展的时候 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跟后面的比起来 这篇好像是做得最好的 风格搞笑热血篇幅很长全聚60集 垢里躲飞岩石打发好几天的时间了 很有看头的一部作品 强烈推荐去看 动画有原创结局 虽说突乎但平心而言很不错 最后被鲁哭了拦路却依然没有被电的那一场景 依旧历历在目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去看漫画 很多天的要死的CP糖都涵盖其中 战赤红之鲁 在14年那个以吃人死人为主流的众多动画中 硬生生杀出名声的一部动画 有想当年的2014年 哇那真是 我觉得当时的业界应该是这么看观众的 展童在漫画完结之后 官方出了个续作连载 叫日伦远征 先不论这个起的样式想不成节的人 会联想到很多成意识的名字 内容确实如名字所说的那样 加速格米后的赤童远奔日本 寻求恢复身体的方法 是官方正统的续作 如果元气足够的话 作为展童的第二季 被动画画出来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有原作素材 但遗憾的是 它的销量太凉了 至于原因比较显眼的 1.换了个演化 画风圈退 是说在连载了20多万后 新作转化工有质的提升 但太晚了 香田君与七个魔女 说的是一男一女 某天在楼梯以前后知识扑接 结果还能亲到嘴上的 结果发现进到对方身体里了 于是主角一行仰 为了更好的亲亲 特地开了个步 搞起了女一亲男一男二 男一亲女一爱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外加 男二男三男四老母的故事 类似这样 意识进入妹子身体的 动画漫画也不少 比如我在马里体内 恋爱随意连接 从这可以看得出 进到异性身体的地下 是有不错的市场 但每次都不由的感叹 从看漂亮的女孩 信仰漂亮的女孩 看别人泡自己叫他老婆的女孩 而再看到号称自己的老婆 被别人成功泡到 而感到开心的最后 终于开始对成为女这一行为 有兴趣了 漫画龙年载200动画 证明了有不错的人气 为什么不能出第二季 是因为他的商业化拓展 相当不景气 动画销量仅有621产招大爆死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这次的动画画 太流逼了 漫画200动画 他一个12G的积翻 动画画了90画 打量了三姐莫名的节奏 造就了一个比较逗逼的现象 动画党看不懂 漫画党不买单 制作明明不错 实在太可惜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在新的一年里 祝大家肺部健康 肺部健康 肺部健康 尽量减少外出 一连300多天都当宅蓝鲜鱼 千万不要在不应该的时候 活跃起来啊 最大本视频还算OK的话 支持一下 关注点赞收藏硬币 白嫖太难了 下次一定 我是蓝鱼 我的啊 哈 可以抓紧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